九州大昏縣的別府地獄 由新宿出發 不用兩小時便會到達的雙巾 有打卡景點溫泉湯田群馬縣的草津 或者早前介紹過神烏附近 曾經有湯女坐陣的有馬溫泉 你總會知道幾個日本溫泉名姓 是溫泉大國的日本 據2021年的政府統計 47個渡島府縣合共有超過2,800個溫泉地 雖然新冠疫情期間減少了100個 但足以證明溫泉在日本有多普遍和受歡迎 不過對於日常生活中不經常接觸溫泉的遊客來說 有甚麼注意事項 如何享受 甚至有甚麼功效 真的有點陌生 在電視或youtube會看到在旅館穿浴衣 浸浴時把白色毛巾放在頭上 或者睡覺前女服務員會來到房間 為客人準備床鋪等等片段 都是很新奇 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次集中介紹有馬溫泉的歷史文化 今次放眼於日本整體 看看日本的溫泉有甚麼特色 希望今次的內容會令你下次的旅程更加豐富 要講溫泉的功效或者遊狗的歷史實在有點複雜 不如首先看看一些特色的溫泉做熱身 我抽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江戶時代起一直人氣領先的草樽 在中心位置有溫泉湯田作招牌 而另一個是別府地獄 記得1990年代看旅遊雜誌時已經有介紹 最出奇的是別府地獄不可以浸 但作為旅遊明星獲得國內外遊客歡迎 只看這兩個已經可以知道溫泉有多刁鑽千變萬化 在日本住了三年多的2006年8月22日 我去了九州大昏縣的別府 有一遊著名的觀光明星別府地獄 和對上兩集肥沙鐵道是同一個旅程 當時不太認識日本 只是拿著僅有的知識 以知道名稱的地方為目的地 為避免造成誤會 先要解釋少少 別府溫泉是日本國內佔頭幾位的人氣溫泉勝地 廣義是指市裡面幾個溫泉地的總稱 而市裡面有八大溫泉 其中包括俠義的別府溫泉 位於JR別府站附近 另外還有鐵輪溫泉 賓協溫泉等等 合稱為別府白湯 而不適合浸浴的就開發為觀光景點 盡用珍貴天然資源 別府地獄位於別府白湯的鐵輪溫泉區裡 有大概十幾個分散的地獄 當中有四個是國家指定名勝 有最大和人氣最高的海地獄 碧藍色的泉水原來溫度高達98度 血池地獄的泉水就是紅色 是日本最古老的天然地獄 溫度達到78度 而白池地獄是白族的泉水 大概有95度 而最後的五米池已是噴泉的龍卷地獄 噴出來的泉水達到105度 每隔40分鐘就會噴出地面高達30米 一次噴出會維持5分鐘 各有花款證明了別府的泉源種類豐富 也簡單地表達了各個溫泉的特性 早在八世紀的古籍《風后國風土記》裡 已經有記載這些溫泉 十八世紀的風國紀行 更可以找到以地獄這個字 來形容這些高溫泉水的技術 正因為近百度的高溫 或者含濃度高化學物質 令附近的蟲鳥喪命 古時起人都不敢靠近 所以用地獄來形容 到了20世紀 有人從地獄之中不出相機 首先海地獄獲得整理為觀光設施 於1910年起收費兩前 之後其他地獄也獲得開發 所以曾經到訪的人 都會覺得這些設施殘舊是不奇怪 之後巴士公司老闆尤屋紅白 在1928年起舉辦巴士旅行團巡遊各個地獄 反應良好 為別府溫泉開發作出貢獻 尤屋的巴士團有聘請導遊女士陪同宿百門遊覽 創了巴士旅浪的仙河 近年某些地獄設有竹獄 甚至有客房具浸溫泉獄的設備 科技發展令人類可應付高溫的泉水 另一個位於標高1200米高原地大的山裡 但每年有大概300萬人專程到訪的草樽溫泉 位於溫泉街中央的湯田深惠壯觀 在晚上亮起紫色和黃色的燈光 分哀羅曼 草樽溫泉最強的可以說是它的泉水自然湧出量 合共每分鐘達32300公升 大概有161個家庭浴缸入浴的水量 正因為有豐富的泉水才可以建設大型的湯田 湯田的泉源每分鐘湧出4000公升的泉水 溫度達52度 無出了水晶器 而你有沒有想過湯田是用來做什麼呢? 稱得上是湯田 原因是有收穫 草樽的泉水陷入大量硫磺 包括其他物質沉澱在湯槽底部 每年可以幾次收集沉澱物 將它們改名為湯芝花 作為商品售賣 每年可以生產4000多個 可以作為入浴劑 相傳收集湯芝花源於江戶時代的1790年 大概有230年的歷史 以上兩個地方日後都會獨立詳細講解 在這裡介紹別府地獄的目的 是想說明就算不可以入浴 溫泉也具觀光內遊價值 而草樽具豐富自然湧出量 有多少泉水就影響溫泉地的死活 日本人沒有人不認識的湯田 除了作為招牌和賣點之外 也有生產商品的用途 就算沒有浸浴習慣的人 都可以享受各種形式的溫泉 去溫泉地浸浴 下一行溫泉街 在旅館享受過日本特色 而且有少少豪華的晚餐 度過輕鬆時光 什麼都不做 就是碳溫泉的理想模式 這範話實在太理所當然 不過只限現代 起碼將本來在地下的泉水 輸送到旅館的大浴場 或過失風呂 沒有現代科學技術 根本做不到 也可以推測 現代碳溫泉模式 只是這百多年來的發明 在古代就有另一番故事 看看四國愛媛縣松山市的渡厚溫泉 近年已經有不少外國人 認識這個歷史悠久的地方 屬於日本三古湯之一 另外還有曾經介紹過 兵庫縣的幼馬溫泉 和和歌山的百賓溫泉 所謂古湯 即是歷史悠久的溫泉 渡厚溫泉規模不算大 以渡厚溫泉本館為中心 對外有商店街 還有一些旅館和寺院 渡厚溫泉莫列入三股湯 是因為日本最古舊書籍 《古史記》裡有記載 而且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五世紀中期尹攻天皇的時代 天皇的其中一對子女 美男子的哥哥 和美少女的妹妹 竟然相依相愛 天皇嫁崩了之後 出現繼承皇位問題 氣妹談戀愛不獲人心 另一個弟弟為了爭皇位 向戀倫的哥哥落手 因為是皇族不可以拿命 所以就放族去到伊餘湯 伊餘湯即是現在的渡厚溫泉 沒錯 渡厚溫泉是一個放族之地 而後來妹妹也追隨哥哥 之後兄妹有沒有相會 結果如何無法追究 古時放族是重刑僅次於死刑 將皇族貴族放族去到溫泉聖地的伊餘湯 因為是要有人監視犯人 不僅是放族地點 本來伊餘湯就是湯治之地 天皇貴族都會到訪浸溫泉 療養身心 渡厚溫泉本館由2019年開始裝修 遺上了外牆上面有白露的圖案 相傳古時有一隻弄傷了腳的白露 將腳浸在由岩石流出的泉水 沒多久好後就飛走了 之後村民無妨 發現浸過泉水後可以消除疲勞和致病 渡厚溫泉吸引各地客人療養 一如有馬溫泉特輯所介紹 因天災而遭荒廢 之後得到泰國風神獸吉重建而復活 位於山中 人們都是專程去療養 剛才介紹過的渡厚溫泉有點不同 古時是一個港口要塞 附近還有湯竹城和松山城 人流不絕 而另一款可以數到雙根湯本 雙根溫泉和別府相似 是幾個溫泉地的總稱 比較出名的有雙根七湯 湯本就是其中一個 亦是火車雙根登山線的總站 以前附近有東海道雙根宿 作為六路物流的中途站之一 吸引雙人來往 而去富士山和大山參拜的一般平民都會經過 令到雙根溫泉發展 以往溫泉地是逗留十天或更長時間的療養之地 和現在住一晚或兩晚為主的方式有很大差別 上近溫泉附近就是富士山和大山 大山在攝谷特輯裡也介紹過 這兩座山都是江戶時代盛行的信仰對象 不是以療養為主要目的的參拜人士 想順道歎一歎溫泉 就醞釀了一夜湯字的文化 之後演化為現代碳溫泉的模式 湯字即是浸溫泉療養 去日本玩住一晚溫泉旅館 就是現代版的一夜湯字 而且雙根七湯在1483年達成協議 禁止以便宜價和提供款待來搶客 可以推測當時一夜湯字的文化有多昌盛 每年新年都會舉辦的人氣大賽 雙根溢泉接力賽 有點像昔日江戶時代 人們將雙根溫泉水運到江戶城被將軍享用 泉水溫度達到90度 莊藍門合力將注滿泉水的木桶 以15小時來接力 跑108公里速遞到江戶城 到埔時溫度剛剛好適合入獄 八代將軍德川吉宗 在由1726年起的九年中 總共享用了3643桶溫泉水 差不多每天一桶是尊貴的享受 浸溫泉令人心曠慎意消除疲勞 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打工仔 去到遠離鬧市郊外的溫泉勝地 充滿大自然的環境令人心靈安靜下來 而一點很重要 溫泉有什麼功效 比較難去解釋 老套些說一句 在這裡蝙蝠有限 詳細就慢慢問醫生 留意古時的人 湯治都是用長時間慢慢休息去療養 所謂功效 如果以醫病的角度來看 日本國民保險制度不適用於溫泉療養 就可以解釋為不當作醫療 來針對某種疾病令人痊癒 但如果真的沒有功效的話 很難去解釋 由古至今為何那麼多人喜歡去浸溫泉 而且天王和將軍都會去溫泉勝地享受 那究竟溫泉是什麼呢? 日本在1948年頒布的溫泉法裡有定義 基本條件是由地下湧出的溫水、礦水、水蒸氣等的氣體 之後再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溫泉 第一就是溫度達到攝氏25度或以上 第二就是含有指定份量以上的指定成分 極端一點來說 湧上地面25度的暖水都是溫泉 而其中成分和功效有關 和某種一定份量的物質而有功效的話 就會獲分類為療養泉 化學成分比較難以理解 環境省就定了10種不同存質的療養泉 例如草樽溫泉是酸性泉和綠化物泉 對神經痛、肌肉痛、關節痛有功效 江湖時代有出版溫泉排名榜 現存最舊的是19世紀初的 溫泉藩富諸國溫泉效能鑑 仿效雙樸分東西兩方 據功效而排名 洞房經常佔榜首大關之位的 就是草樽溫泉 另外相近湯本有些是單純溫泉 即是25度或以上 溫泉水一空間裡 含有成份不足1000毫克物質 對致到神經不穩定 失眠、抑鬱有功效 在日本按不同全質而有功效的症狀 就稱為全質別適應症 而不論什麼全質都有功效的症狀 就是一般適應症 例如一般適應症有因痔瘡而帶來的痛楚 在相近七湯的古籍裡 可以找到一位女士接受痔瘡治療的記載 看來溫泉的功效並不是致病 而是舒緩痛楚和肌肉緊張 消除疲勞、促進健康 除了浸浴、飲用溫泉水都有功效 不過泉水接觸到空氣之後 功效就會減弱 而飲用的話就要即場飲用 擺耐的話細菌滋生 飲了就會腹痛 近年日本女士喜歡泡美人湯 美人湯或者可以理解為為美人專用的溫泉 不過其實女士們講夠美容 泡過美人湯就會變得更漂亮 如果有泡過溫泉的話 有時上水之後皮膚感覺上變得嫩滑 這些就是美人湯的其中一個效果 日本人在古代已經有美人湯的概念 例如735年編成的出雲國風土記 現在島根縣一帶就是古代的出雲 古籍裡介紹出雲裡的美人湯 其中一個就是日本著名的玉造溫泉 另外除了三股湯之外 日本也有三大美人湯 有群馬縣的村中溫泉 和歌山的龍神溫泉 島根縣的湯之村溫泉 美人湯都有分幾種 有些可以除去皮膚古舊的角質 有些有保濕效果 有些就促進血液循環 令身體由內部變得更美 美人湯這個元素添加了浸溫泉的樂趣 來到2022年2月到訪過的有馬溫泉 剛才介紹過的溫泉班庫諸國溫泉俠能鑑裡 有馬溫泉經常佔西方榜首 眼前的是溫泉的泉口 這個極樂泉源在地下240米 這個泉口在1941年 由神戶市政府和神戶有馬電器鐵道 共同出資的公司挖掘 泉口旁邊的資料派上介紹 這是16世紀為風神受吉而建的湯電 輸送溫泉水的泉口 幾百年前當然不會有像現在的科技和設施 基本上是利用由泉口湧出地面的泉水 踏入20世紀 市政府發現泉水湧出量減少 而出資開公司在原有的泉口挖掘 為了得到更多的溫泉水 而附近天神社裡的天神泉源 都是由市政府出資的公司挖掘的 溫泉旅館的露天風淚 大浴場或過室內的風淚可以享用溫泉水 你有沒有想過泉水是哪裡來的? 油漫溫泉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可以看到泉口設施 現在已經不容易找到未經人手加工過的泉口 各家旅館由泉口經水管輸送溫泉水到自家的各個浴場 讓客人可以在舒適的環境內享受 古時的溫泉大都在室內 就像猴子在山裡浸溫泉一樣 在另一個地方的泉口輸送去到旅館裡的模式 稱為引湯 是最普遍的模式 試想一想 在原有的泉口上建濾管並不容易 泉水由泉口圓圓不絕地湧出 輸送到旅館裡 然後就像吳山水喉一樣不斷注入浴缸裡 浴缸裡的泉水會滿捨 看起來有點浪費 但吳山水喉的方式是一個重要的賣點 因為溫泉水的鮮度很重要 接觸空氣後功效會漸漸減弱 而另一方面 吳山水喉的方式看起來有點不沽寒的感覺 但怎樣看這個價值觀就堅人堅知 除了有像吳山水喉的方式之外 常見的有循環方式 將泉水過濾和消毒保持衛生 循環作用 各個浴場入口都會列明是哪一個方式 下次不妨留意一下 本身浴場環境舒適 對為求輕鬆的客人來說 來自泉水成份的功效未必是最重要 近年環保意識高了 而且泉水是有限資源 不是無止境 採用哪一個方式 站在商家和用家立場 是時候要取一個平衡 秋田園的乳頭溫泉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泉口 溫泉香裡的鶴汁湯溫泉裡有幾個溫泉池 泉水都是在溫泉範圍裡自然由地底湧出 而不是用引湯的方式 加上其中一個混浴的露天風淚 泉水直接湧上溫泉池裡實在難得 這裡的露天風淚稱為白湯 泉水是乳白色 浸浴時看不到身 混浴的溫泉不少都是白軸的 而男女混浴的溫泉 基本上會有考慮女士的需要 而設有女性專用的通道或浴池 無論是否混浴 浸溫泉有些簡單的例如和程序 入浴之前先洗乾淨的身 這一點很多人都會知道 而入浴之前先用泉水淋一淋腳或身 讓身有少許準備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士 淋少許泉水去減低身體負擔 可以帶白色舞花紋 洗臉毛巾大小的清潔毛巾進去浴場裡 毛巾可以在走動時遮蓋身體 不過入浴時不要把毛巾浸入泉水裡 避免給人一種不衛生的感覺 因為其他人不知道毛巾是否乾淨 浸浴時毛巾可以放在頭上或池旁邊 而放在頭上的毛巾 如果環境比較熱的話 可以先浸少許冷水 如果在冬天浸露天風淚的話 可以先浸少許暖水來調節體溫 如果皮膚沒有敏感的話 浸浴後可以不洗洗 用毛巾抹去身體多餘的水分就可以 尤其是美人湯有保濕成份的泉水 如果沖走了就有點浪費 日本有近28,000個泉口 剛才看過有馬溫泉的極樂泉源是包括其中 回到九州大婚院的別府地獄 四個國家指定名稱的溫泉泉水 都是由地下湧出來 由古時已經存在的泉口 算得上是天然的 十九世紀末 科技運用到去溫泉開發 1911年別府丁的自然湧出泉口有17個 而人工挖掘的有576個 上差超過30倍 另一個溫泉勝地熱海 古時靠大湯等等的泉口來提供溫泉 泉口只有7個 1880年起明顯多了滑掘的泉口 在熱海不需要滑得太深就可以得到溫泉 相關人士發生了對立 為防止新滑掘的泉口帶來影響 1883年制定了規則 多了新滑掘的泉口對大湯造成影響 大湯是間歇泉 噴出的次數和水量都減少 之後熱海指定為療養地 公1904年至05年在日俄戰爭中的雙兵使用 而包括探病的人士使用溫泉的人數增加 出現了不理規則的開發 靖岗原政府要加入改定規則 挖掘了新的泉口 就可以建新的旅館 將新泉口的泉水以引湯模式輸送到旅館裡的浴場 改變了日本人浸溫泉的文化 由古時起溫泉地的溫泉供附近居民使用 一般是外湯模式 即是室外的溫泉 大湯間歇泉在1923年枯竭了 1962年熱海市將它列為文化財 並且改裝 大約每5分鐘人工噴出溫泉 重現昔日風采 20世紀初作為國家基建的鐵路 紛紛投入服務 加速溫泉地的發展 鬼路村溫泉也是一個外國遊客熟悉的地方 1961年已經發現有溫泉 不過是公爭類等人作療養用 一般人是不可以入獄 興建了水壩後 鬼路村的水流減少 令四周圍的環境改變 容易開發溫泉 之後東武開通了日光線 乘直通火車班次 由淺草可以直達 促進了溫泉的發展 二戰時東京受美軍空襲 日本政府將鶴和遷移到郊外 或鄰近城市避難 熱海收容了2至3千人 會作為遼養觀光的溫泉地 添上了非一般的一頁 戰後熱海獲進一步發展 配合高度成長期 溫泉地成為旅行團和渡蜜月的熱點 去熱海旅遊的人士 由1957年的240萬 增加至10年後的597萬 並且達到高峰 1972年溫泉旅館多達276間 包括熱海、全國各地的溫泉地都被開發 建立了現代溫泉地的形象 1990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 熱海溫泉酒店和鋁館 由1983年的205間 減少至2015年的116間 泡沫經濟期間興建的度假式住宅大廈 有溫泉大浴場 當時的售價是6000萬日元 去到2010年代 只是賣300萬日元左右 熱海部分地方變成好像廢墟的情景 電視也有報道 過分開發當然造成各種問題 相反也證明了溫泉本身的吸引力 在東京中心都可以享受溫泉 2016年5月9日 大搜丁Financial City Grand Crip大廈裡的地下一樓 Spa Ultimate Fitness Club裡可以找到大搜丁溫泉 由開發公司三菱地鎖進行溫泉挖掘工程 在2014年7月15日完成了相關工程 由地下1500米抽出溫泉水 溫度達到36.5度 陷飾染的泉水有消除疲勞功效 溫泉是地下水 每深100米水溫加2至3度 理論上挖1000米就可以找到40度的水源 用這種大深度挖泉法 熱泵抽出泉水就可以造成溫泉設施 如果在東京中心地段挖掘溫泉問題可能不大 但如如剛才提及過的熱海 就會發生折取或分薄其他既有泉口的水量 挖掘新泉口令溫泉數目增加 但另一方面也有泉口發生異變 而不能得到理想的泉水 相關設施就被迫休業或關閉 例如2023年初清深縣西部弘前市的岳溫泉香 6間旅館和酒店共用4個泉口 其中一個突然溫度由80度下降至50度 而水量減至2成 由泉口舒凍到浴場只有38度 不能提供給客人 其中3間決定休業 當時有350年歷史的小島旅館表示會申請破產 但經調整後可以繼續提供溫泉 旅館暫時照常營業 不過泉口易變的原因未明 不能放心 另一個故事就是悲劇收場 同樣都是清深縣 JR八戶站步行10分鐘左右的位置 有天然溫泉八戶溫泉 在2022年5月31日結業 現在看2023年Google Maps的Street View 只是找到一塊平地 在結業之前2019年3月為止 旁邊還有旅館 這個浴場以敲內溫泉為泉源 老闆就在2014年已經預計泉水終有一天會枯竭 嘗試發掘其他船口作補救 但未獲成功 去到2022年2月 因為水位下降 未能從地底1000米抽上泉水 所以決定結業 泉口呼吸並非個別事件 日本全國泉水湧出量 在過往12年減少了一成 情況並不樂觀 逐清溫泉源的大昏縣 裡面的別府已經有管制不容許挖掘生存口 而北海道滑雪度假勝地的二世古 也有保護資源政策 不容許挖掘生存口 經濟學中的著名概念 工地悲劇 希望日本的溫泉不會成為其中一個示例 日本人入浴海